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欢迎来到Sophia的频道 这是一个临时加根 因为我刚刚去了眼科医生那里 我想做激光手术 就是不想带眼镜了 我现在要立刻马上跟大家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不然我就忘了 我到时候我要真的去做的话 我也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到底前期发生了些什么 别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走 其实想做这个手术很久了 因为我戴眼镜呢 我就戴不了墨镜 乌州这边的太阳光实在是太强了 我就一想着那就做手术吧 我不是前几年有发我戴隐形的视频吗 隐形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这边都是没有工具的 就是直接用手 手是可以直接接触眼睛的 我怕时间长了以后眼睛会有污染啊 而且你眼睛长时间戴眼镜的话 它灵敏度是会降低的 我现在就发现我的手可以直接接触 但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就想接近我的眼睛 我就怕以后突然有什么东西进去我的眼睛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然后眼睛这个东西就是它也是会变的嘛 然后会对这年龄的增加 然后慢慢的精状体浑浊呀什么的 我就不想太伤害它 而且眼睛它也是跟牙齿一样 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所以要好好地保护它 我就想着那 就做手术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再有什么 就是那种直接接触到眼睛了 当然化妆还是会哈 然后就要想嘛 因为国内也有很多 然后我在国内我也有看到很多 也有就是分享的那些教程呀什么 那我肯定是会去很大的医院做 我家住那附近 我从小眼睛就在那看的 我也就是在这边看了很多 因为激光手术的仪器是蔡思做的 还有一家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一家是蔡思 蔡思是德国公司对吧 蔡思它只做跟光学相关的东西 小到芯片大到产品 它只做跟光有关 而且镜片很多也都是蔡思的嘛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在德国都会好一点 还有个问题就是价格 因为近视激光手术都很贵嘛 国内的话大概是一万到三万 这间不等 就是做LASIK的话 就可能是一万多 但是看你的度数 然后进去植入就是三万 这边的话呢 是我刚刚咨询过来的价格 Smile是五千五百欧 LASIK的话 我咨询的这个门诊的话 它几乎已经不做了 已经被淘汰掉了 进去植入的话是六千多欧 一个眼睛大概三千欧 再来就是它要复诊 我是长期生活在德国嘛 如果我在国内做的话 复诊它是第一天 然后一周一个月跟三个月半年 要去复诊 那我肯定我后面的没法直接去复诊了 我就想着那我就在德国做吧 我现在没有想过这么贵 现在发现它确实是很贵 我们公司跟那个诊所有一定的合作 以前是做手术可以打九折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 但是我很多同事都是在那做的 我有个同事特别直接 他直接把他做手术的那个视频放给我看 他说你看怎么样 其实还不错 我去蔡司的官网上看了一下仪器 因为每一个医院包括国内的医院都会给你展示 他们现在在用的激光的仪器是什么 我可能会贴个小视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蔡司现在最新的那个仪器 跟我公司合作的那个诊所里有 我今天去的时候 那个医生也说就是 他们诊所在蔡司有实验室 就是直接跟蔡司合作 蔡司研究这个机器的 所以技术会比较的吸引准确度这个方向 那从实践的角度来说 国内那么多人 医生上班时间绝对比这上班时间长 所以不用说作为人这一方面 肯定是国内医生经验丰富 但是就机器的精确程度来说 因为进士激光手术 主要还是机器来做 那肯定是德国这边会比较好一点 我为什么想要选先进的机器呢 是因为我已经在我很前面的 前几个关于眼睛的视频里面 已经说过了 我是散光特别高 所以我不确定 我能不能做lacy cold smile 可能我直接就得做精气植入了 但是如果我能做lacy cold smile的话 我想做到精度高一点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配眼镜 眼镜的精确程度都不高 就算是配隐形也不行 所以我想做的话就想做到 会让我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就这两个方面来说的话 我不确定国内会不会 能不能够做到我满意的效果 我还在想我还没有决定 但是我对于眼睛跟牙齿 我比较谨慎 他们很珍贵 他们没法代替 我来讲讲我整个过程 他们就是如果是做个 进士手术前面咨询的话 预约很快的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可以 从预约内部开始 他就会告诉你 你去你要做 就是37欧 我那个诊所是37欧 他们说这是有关 你变漂亮的手术 所以呢 公保是不报销的 我买了眼镜的附加保险 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 能给我报多少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真去出视频 然后就是进去等着填表 因为我是新病人嘛 所以就填表呀 各种事情 然后就是去做仪器 我觉得就是做眼镜测试 那些仪器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不能眨眼要睁眼睛 然后他有些光呢 就是比较强烈 对于我现在的眼睛来说呢 就可能会流眼泪 然后睁不开 但是好在最后都做完了 再来就是让你看那个色盲的图呀 然后3D的图 那个3D的图好难哦 然后直线 那个线是不是直的 对于我来说也有点难 因为我有散光 我不知道他是撤什么的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是讲一下我的经历 再来就是去验光 就是要看看你现在的眼镜是怎么样 然后他会问你 你什么时候没有戴隐形了 因为做这个手术都是不戴隐形 戴假的东西应该都知道 然后为什么想要做这个手术呢 然后看一下你现在的眼镜 跟你现在度数有合不合适 然后就是医生会进来跟你聊 这个手术整个过程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他有给我一个宣传的小本子 然后我在这里面看到了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图放在这边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医生就看了我的数据以后 就说你可以做smile 就是开头小一点的那个手术 然后他说类似是怎么回事 你就会把你的眼睛翻开嘛 那翻开的话呢 就一定会出现肝眼症啊 炫光啊 然后也可能就是合的没合好 然后一味了或者怎么样 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这个诊所 不怎么做lasing 一般都是做smile 然后做smile呢 他只开个三毫米的小口 第一天呢 可能会出现炫光 然后也可能会有肝眼症的问题 可能会有应激反应 因为做手术都会有 还有就是他可能做这个手术 会出现 你还是看不清楚 可能手术失败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他还是要把这个风险告诉你 第一天不要泡澡 就是不要让水浸到眼睛里 但是洗澡呀 干嘛的都可以 过了一天之后呢 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可能刚出手术室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需要闭着眼睛 眼睛需要适应一下 就需要休息 所以最好是要有人陪同去 最好是有人开车送你去 不管老人 真的靠自己了 嗯 我可以 你的眼睛已经到了对应的度数 但是你的脑子需要几天反应 所以可能前五天 或者前一个星期 会有那种看不清楚的情况 就是你的脑子需要适应你的眼睛 但是他们不会开病假条 因为前面说了 这是一个变美的手术 而且第二天 你其实理论上 都是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的 所以他们不会开病假条 那时候你可以去家庭医生那里 跟家庭医生形容一下 然后开个病假条 他这里的复诊是第一天 然后第一个星期跟六个月就没有了 看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嘛 都叫这个名字 然后我说我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因为离我比较近 他说最好是不要 因为这边的仪器比较多 然后病人比较多 他可以全程跟着你的那个病情来走 又什么的话 可以随时的跟你交换啊 或者是随时的进行一些治疗啥的 所以他就说最好是还是在这 如果你之后 或者是如果你手术失败了 你可以有下一次再来的机会 但是呢就不能做smile 可以做lacy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那诊所 我在那填表 在那干嘛的时候 老师问 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手术 哦原来还有第二次的 而且那个诊所 很多老人家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就可能他们这里的老人家 他也能做的 这个价格里面是带 garhunt 具体是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可能 术后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都是能保证 然后不需要额外再付费的 我还没有想好 因为太贵了 我的眼睛的附加的保险呢 他前两年只报500 然后后面一年报1500 所以我就想着 那我就等着明年再做吧 但是今天的这个检查结果呢 只保证半年 如果你下次再去的话 下次再交3700再重新做 我以为我去了 做了术前检查以后呢 我就能够 可能下个星期就月上时间做手术 但是不是 还要等大概一个半月的样子 才能做上手术 然后做手术之前呢 这些检查还是需要做一下 今天想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话 就在底下留言弹幕 或者问我吧 我应该如果知道的话 都会跟大家解答的 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有个专业的人士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解答 好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We'll see you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Truth 不信任何事 LES 都 都 都